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美未必不真实 真实未必就不美 美和真实其实没有直接的连带关系 Carol的美是情人眼里粗稀疏的那种颜色 是一见钟情一眼万年那种爱情关系中最特殊的存在 爱之美丽 爱无价 Carol改编至Patricia Highsmith 于1952年的小说 The Price of Soul 沿着代价 由 Todd Hans 导演 蓝色茉莉 Kate Branch 凯特布兰奇 和龙温深人女孩 Rooney Mara 读演 描述1950年代的纽约 已婚贵妇Carol 与向往成为摄影师的百货公司售获员Tress 相遇相知相爱的爱情故事 相较于以1960到1980年代发生于怀尔明州的断贝山中 毫不隐藏地呈现Anis和Jack 两人家庭、经济、社会 对他们的恋情带来的庞大压力 以1950年代的纽约为背景的Carol 并没有将那一份同样会遭受到困难的同性恋情 呈现着写实、明朗、困难重重 而采用比较含蓄、隐匿的方式 安排在他们的生活以及与他人的对话内容上 尚且不论那个年代 美国各州的文化对同性恋情的态度承受上了差异 基本说来同性恋始终是不待见于当时的社会 基于这一点 Carol和Torres两人相爱这件事 所会遭受到的困难和异样眼光比起 端贝山这个甚至比他们晚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却如此悲惨的遭遇和结局来说 好像显得过于轻描淡写、爱阔天空了 这也许才是比美 这件事更接近感觉 Carol不真实、太美好的原因 过于理想化的恋情 铁开这点不谈 Carol在描写两个社经背景、家庭背景窘硬 年龄也着实有段差距的女与恋情部分 这可说是火花似舍细腻疾了 对美学自有一套坚持的导演Taut Hans 在处理Carol和Torres两个女人 你来我我往、暧昧来暧昧去 种种恋人序语以及彼此间试探工、防挑斗、勾搭等 情状都透过含蓄又表涵 深意的表情、言语、肢体表达的令观众 都不禁因这两名女人的互动 迸出屏幕的火花给燃尽数码沦陷 这对CP的互动相处、具象化的关系 完全可以从观众的昵称 魔王和小白兔提炼出来 小心、霸气、追逐、等待、害羞、靠近、触碰、撩呼、亲吻、推倒 然后五 以上全都可以透过言语、表情、衍生、表达 外,最特别的是透过肢体、弓箭、观众们的小心感 也就是魔王之手和小白兔之手传递出的情感和意义 手! 手指 对女理恋情有多重要?这还需要读书吗? 我是说魔王的手和小白兔的手 对传递情欲流动和实用价值 情欲流动和心理压貌是相当重要的指标 曾经在《我透气你的本目》中说过 枪是男人性器官的延伸 而在Carol中手无一成的魔王和小白兔情感 表达了延伸与媒介 最经典的当属 魔王那令人窒息般的摸尖技法 听说这个桥段是在至今同样提及婚外恋的电影《相见》很晚 小白兔无疑是透过按快门以及弹钢琴的手 来记录下家人身影以及表白爱意 关于手的更多意涵要自己去看咯 当然手最重要最赤裸裸的应用一定在床上 你敢说你选看Carol没有那么点痴心 是为了看魔王和小白兔滚床吗 Carol的剧情其实相当平铺之处 风采完全建立在Cate Branch和Roonie Morrow 两人的对戏与演技上 但要在一部电影中同时形塑两个女主角的形象到饱满 趋劲完整 角色困境引发的内心细分就显得极其重要 不得不说Carol建构的通途张力还是过于担保 即便是魔王这个角色的部分 有离婚与诉讼女儿监护权这个背景 来凸显她为人妻为人母 同时还要追女朋友的苦衷与辛苦 我都还是觉得内心细不够多 不管是面对婚姻或是小白兔 而小白兔就更惨了 电影试图表现她对于爱情的迷惘困惑 和真正懂得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这样一段成长过程 但却缺少描述她寻求答案和独立起来的过程 使得小白兔最后突然变为时代独立女婿 还有有别以往总是对魔王说yes 而连山说no的转变有点跳跃 而这人物塑造的缺乏 则似乎就是起因与不够清楚的角色定位 这点就是我对这部电影最感到不及的地方 一般而言我认为视角与内心世界的演绎比重 决定了一部电影中谁是主角 而Carol虽偏向双女主 但电影完全是以小白兔的视角出发 理因是以探索其内心世界为主宠 但内心戏的部分却大多落在魔王面对家庭 面对爱情的部分 角色定位混乱 虽然我这套片名叫Carol 但这剧本应该是小白兔是主角魔王是配角吧 蒙粉不要打我 我也很想被魔王推倒 Carol是女女恋爱情电影中的经典 Carol描绘魔王与小白兔这对CP情感循序渐进的手法 欲擒与景的功力 美学上的选择 细腻内练含蓄的表达方式 等都注意使她在讲述女女恋的电影中成为翘楚 当然不是说同性恋电影在爱情电影中有什么特殊 而是Carol表现的女人与女人有别于男男男女爱情电影中的特殊之处 这就像你常听见男性朋友们在一起说 啊你们女人不会懂啦 而女性朋友们在一起说 你们男人不会懂啦 虽然这种话有某种程度上不太正确的性别刻板印象 但也不能说她没有反映出现实中的情况 所以没有错 同性恋电影在爱情电影中并不特殊 但是女女、男女、男男的爱情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差异 而Carol表现出了其特殊和爱情的本来样貌 Carol也是爱情电影中的经典 不少电影喜欢用开头即是结尾、结尾即是开头这种说故事的选择来呼应 以及延续电影有限于时间外的无限价值 表达她永不结束的愿望 而也有一种电影累积所有的点滴铺成伏笔 贡献在电影中的某个极短片段来使其不灭 使流动的影格禁止使一针成为永远 甚至可以说这样的电影不管她片长有多长或多短 从头到尾都是为了一个镜头而存在 而Carol是这样的存在 Carol的最后两分钟就是这样的存在 不管你是魔王还是白兔 终将臣服于爱 Carol的最后两分钟就是经典 一言半年 最后来谈Carol这次入微的奥斯卡奖项 追加女主角、追加女配角、追加改编剧本、追加摄影、追加原创音乐、追加服装设计 我想说基本上很有可能共沽或只拿一两个奖项 追加改编剧本很难 理由不存在的房间 追加摄影也很难 理由前有神鬼猎人在猎杀你 后有疯狂麦斯在追你 追加原创音乐不确定 但还不错 理由 其他四部入微影片我还没看啊 最佳服装设计 補清土 没特别惊艳的感觉 应该拿不到吧 理由 其他四部入微影片我也还没看啊 最后来谈最佳女主角、追加女配角 唉…怎么说呢 前面我就说过 觉得魔王、Cat Branch和小白兔、Runy Varro的角色定位很奇怪 而这两个奖项的提名跟我觉得是相反的啦 照道理应该是小白兔提名女主、魔王提名女配 或者是两个人都提名女主 结果… 呃… 只能说小白兔真的是以高暴低了 她在Carol的表现真的惊为天人啊 你想想 她是隆文森耶 隆文森耶 Cat Branch不是拿不拿最佳女主角的问题啊 而是她就没有演到一个女主角应该有的视角和足够的内容啊 而又面对到此次最佳女主角的热门劲敌 Brit Larsen在《论中》的精湛深刻演出 Cat拿女主的希望渺茫啊 我觉得… 呃… 虽然说我觉得Brit Larsen虽然演得很好 但其实她的角色定位也好像比较偏向女配角说 Nunimara不是拿不拿最佳女配角的问题啊 而是她就不是演一个女配角应有的视角和内容啊 拿到了也奇怪 而丹麦女孩的Alicia Vinkender 她在《丹麦女孩》中 理应要提名最佳女主角的演出 却也降格提名最佳女配角 使得最佳女配角这个奖项的角逐 根本就是两个女主角在和三个女配角PK嘛 这对谁都不公平啊 我觉得 以奖项而言 Runie Mara和Alicia Vinkender都不该拿这个奖 但若要认真说 Alicia Vinkender的角色定位 还是比Runie Mara来的接近女配角 所以最大的可能 应该还是会由Alicia Vinkender拿下 虽然我希望麻辣可以拿啦 我真的太爱她的演出了 纯粹我的主观和花痴 可怜的努力麻辣 所以你们奥斯卡的主角配角的提名 怎么都这样乱七八糟的啦 主角爆配角 配角爆主角 所以综合下来 Carol大概会空手而回了吧 早上追完奥斯卡 想不到一语沉沉 Carol真的恐怖了 你打动我的一个镜头 毫无悬念 最后两分钟叫做经典 我可以看一百只 一千只 一万只 尤其是Runie Mara Runie Mara的最后一个镜头 王粉不要打我 王的最后一个镜头 当然也是妥妥刚刚的 但是我真的太爱 百兔最后那个镜头了 就像我爱死的张子怡 在一代忠师忠祝的梁朝伟说 叶先生 说句真心话 我心里有过你 的那个镜头表情 看到Carol 就不禁还是会想要大喊 冲击效应 把最后影片还给大倍上 杀 students 每个镜头 行中文字幕字幕 杨茜茜 宁源 明镜位 目 Cancer 電影評論常出現一句話說 沒的不真實 沒的有距離感 在美學呈現上特別看得出其堅持的電影 就是廣泛的會被標籤為美的電影 在這年頭似乎會被解讀為不真實 太華麗 太浪漫 成為觀眾們無法名創 均年齡60歲的奧斯卡評委們 還需要幾個思念 最後我決定當那一隻床備 均說結論 如果Bowback Mountain 10年前都沒有辦法以超高的呼聲 拿下第78間奧斯卡最佳影片 那麼Carol又為何不可能連錄為最佳影片都沒有 九成白人七成七男性平均異樣感受時 無法給予一個具體說法時 就先掏出來的口袋裡有美美的不真實 卡西覺得應該為這些在美學上有所堅持的導演說一句話 美學的蜘蛛比較不是要掩蓋任何劇情演技上的缺點 只是呈現故事的一種 一種挺主觀的選擇 歡迎觀點卡西里 2016年奧斯卡影片類及表演類入圍影片之二 Carol You know what 你